国内疫情不散 每日确诊数字天天都占上了2000宗大关 感染群也越来越多 卫生部就警告 如果人民再不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不戴口罩继续群聚也不保持肢体距离 导致基本传染数回升到1.2 那么到了5月底 确诊病例可能就会反弹到每天5000宗以上 根据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今天清晨发布的脸书最新贴文 目前国内的冠病基本传染数还是高过1 达到1.15 吉兰丹最高1.44 吉隆坡1.29 马六甲1.21 彭坑1.18 沙巴1.15 雪兰娥 柔佛和森美兰一样1.11 布城1.05 击打1.10 传染数低于1的分别是 槟城 纳敏和霹雳